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代赛中出现一盘比较有意思的棋 这盘棋是由中方的陈耀叶对阵日方的杰松松 陈耀叶也是中国棋手里面一个典型的 比较喜欢实地的选手 当然他的自估能力也是中国一流的水准 那么看看这盘棋 目前来说 白棋有个大模样 可以骑在白棋的中央 这颗子需要处理 需要做活 那么接下来黑棋先跳一个 这个是正常的 这样做活的方法 白棋虽然是有包围圈 但是中央实在是空间太大 你要说想硬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杰松松在这也走得堂堂正正正正头 这个选择了一个就是说最普通的攻击方法 现在当然黑棋要做活还是不难 但是你不能光做活 这个棋就算完成任务 那么比如说你就算着小飞飞 那么白棋在这靠寻求一些便宜 那么你再去飞 这样的活是能活 但是白棋在攻击过程中 如果能得到一点便宜 甚至于来说走后一样 以后再抢到这一类的框子 黑棋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说 这个木树 其实并不是太大 这两个脚 这个脚几乎就不能算 那么这个脚这边一掏走 白棋这块木 还是也不少 只是单纯的做活 这个肯定还是太保守 棋难说是优势 因为这个模样即使这样 你以后白棋还是有搜刮你的手段 种种 所以千万呢 这个棋不能光以做活为目的 而且呢 而且还要就是说更加积极一点 要活得更舒服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个程耀叶呢 给我们展现了这个 就是说自孤的啊 这个甚至于来说是精华所在 他呢没有啊 就简单的就是说 把自己的棋去做活啊 而是呢 还瞄着呢 对方的毛病 有毛病吗 对方 哎 那么我们来看看 首先 哎 先点一个 嗯 这个白棋当然是这样子 不可能随便推上 这个被冲穿呢 损失还是有点大啊 似乎这点下还是损的啊 那么下一手啊 啊 这个是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一招 啊 没有在这里随随便便啊 去瞎折腾 而是呢 淡淡的这一靠啊 啊 就是说脱鞋了 脱鞋了 像光子了 但是这个脱鞋呢 其实呢 也不是普通的脱鞋啊 注意 这个点呢 把白棋这三个子啊 给走中了 这个靠啊 不但当时有捞木的目的 同时啊 哎 有一点切断这个白棋三个子 联络的意味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呢 就黑棋在这个自估 这个快棋的过程中啊 就出现了有可能的 与白棋转换的可能性 就是你把我中间吃掉 我把你这三个切下来 如果这么能切下来的话呢 哎 这个木树巨大啊 这个死地呢 也是很大 本身这个地方呢 也捞了不少 这个就逼迫的白棋啊 就是说 没办法啊 也就是说逼上梁山了 因为白棋现在呢 你没有 你再去硬的话呢 这个就不行 那么黑棋就长 你长了黑棋就挡住 你看 现在脚上捞了一票 是吧 把你这个点脚的手段 没了 而多了这个长以后呢 你这个 联络不是完整啊 这个 以后把你切下来呢 就是越来越现实 就是说 这个 转换的也呢 有可能 有可能就等于是 对这个自孤 对活棋呢 又多了一条路啊 多了好多好处 白棋看这样的话呢 这个 不好 干脆呢 放手一搏 放手一搏 先来抢先啊 点 来沾 点了沾 点了跳 先把这里的味道 都补干净 这个样呢 就干脆要杀你中央 杀你中央 杀你中央 当然啊 那你杀我我就做活呗 这边如果就是 哎 北棋这个 跳一跳的话呢 在中央做活呢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考虑 那么白棋肯定要 怎么样反击 这个应该是一个复杂的变化 或许大家呢 很多是这样想啊 但是这个样活 白棋工成什么模样啊 以后呢 再回头藏或者蛙等等 黑棋觉得啊 活了还不牢靠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 呃 陈耀夜就真的是 展示出了这个 嗯 对自古啊 强烈的信心 极强的信心 但是这个说实话啊 也是属于这个 危险动作 大家切勿模仿啊 切勿模仿 这黑棋在干嘛呢 黑棋它现在 对白棋的这个 本来两个子 挺危险的 已经靠了一个了 自若网纹 糊住 彻底把这个棋啊 就是 下的双方都没有任何的 回旋于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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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旋于地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呢 是 白棋只有硬杀了 就是以中央大龙赌死活了 赌胜负了啊 这两手在一捞黑白的木树这个均横啊 是被彻底的这个打破了 被彻底打破了 这个白棋啊 已经就是 只有去杀中间三个了 但中间三个一个爷爷也看不着啊 能不能活呢 黑棋现在就是说啊 如果中间死了 也不行 也不行 肯定 所以双方呢 进入这个 你死我活的状态 那么白棋这时候先点一下 诶 这个是 先试探一下上方 上方 黑棋爬啊 这个时候当然不能粘了啊 这个粘的话呢 白棋它这一带 有可能就多出一些线索啊 下一步这个 这个飞点进去啊 就 太严厉了 所以白 黑棋还是先挡住 先确保上面的安全 然后白棋在三指正中啊 杀黑棋 一个眼都瞧不见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 过分和勉强呢 这个 这个 从形状上来说 确实是 有点这个困难 不过在 陈耀叶的眼里呢 他或许是 不是这么 觉得的啊 觉得这个棋 问题不大啊 总有办法 那么 现在黑棋靠 白棋小剑啊 这个也是眼型啊 破坏黑棋眼型的这个 是可以说是要点吧 因为你如果直接啊 跟着退的话呢 那么再一靠啊 这个这个刺呢 显然呢就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出现眼味啊 所以呢 白棋这个时候先刺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就是说 常用的这个 破坏眼型的啊 这个次序 黑棋当然这时候只有沾上 嗯 想搬一下 但是呢 应该是 搬不到啊 他可以 他就给你冲 你打吃呢 他就沾啊 这个联络呢 有问题 有问题 那么 黑棋这时候也只有沾上 白棋在 小剑 形状也不好 眼型也看不见啊 这个黑的真的是行吗 那么现在呢 黑棋在这里呢 拐了一个 拐了一个 拐一个 反正也得一个一个往前走啊 慢慢来啊 是吧 不能死啊 白棋这时候啊 先尝一下 白棋啊还是想尽量的 嗯 单纯杀一块啊 可能难度 会增加 而 这个 如果能把上面也纠缠进来的话呢 似乎更加的这个 嗯 好啊 能长绕的话可能也好啊 同时也试探一下这个黑棋的应手 现在黑棋呢 还是要沾上 因为这个沾上呢 主要牵扯到 这个 这个 黑棋从这条路啊 连回去的这个手段 如果说你 保证底下安全 当然小尖是安全的 但是这里啊 多了个冲断以后啊 那你从这里跑的路呢 基本上呢 就没了啊 这个 这个白棋在这边啊 如果补一个的话 本来是你要跳这个啊 那么 这个 它就再冲断也行啊 或者就是说 老老实实随便补一个 你这个就是说是 连不回去 连不回去 所以这时候呢 长的时候呢 黑棋沾上 要保证这里的味道 那么即使尽管如此啊 这个棋呢 实战白棋呢 是 跳啊 想的也很简单 你这样沾上了 是吧 那么我就跳 你对这联络也不 那么把你这联络 切断 这个地方呢 你 完全还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目前一个眼都没有 你做出一个眼呢 第二个眼怎么办 对不对 这样呢 也是 正常的理解的秩序啊 而且走完以后 对上面呢 以后还可以搜刮一下 不过 诶 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呢 呃 这部棋呢 可能呢 稍微呢 有点问题 他没有注意到 黑棋在中央啊 处理这块 枯棋的这个 好手 这个棋 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呢 把这里补掉啊 把这里带 就是可能 扎克丁是补的最干净 把这一袋的这个毛病啊 补掉啊 就是说 这个子啊 还是很有啊 这个当初点一下 很有预见性的 那么这个地方 虽然你是站在这 但是即使你跳的时候呢 我就飞 一时半会儿啊 也看不出你有多大的这个借用 多大的借用 你要走这个呢 我就冲断啊 这个呢 嗯 也不太怕 也不太怕 如此这般的话 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啊 还是一盘呢 就是非常这个 难解的啊 就是 大型死活题啊 可以说是大型死活题 这个 对双方的这个 计算能力啊 可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 这个文章是看不出联络的方法 当然 齐成冲跳这个呢 他也觉得这边啊 就是说 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一时半会儿 嗯 黑棋一个也没有 这个 这个好像白棋这个子弟众多啊 嗯 他觉得这样呢 也是可行 但从秦传来算来说呢 这个跳 也算是这个一个 谈谈正正的一手棋啊 不过呢 很可惜啊 在这个地方啊 杰重充啊 忽略了这个 这个 陈耀叶啊 在这个局部啊 这个 做活的啊 或自估的好手啊 那么 在中间呢 一下子呢 就把白棋的防线啊 给撕开了 那么 黑棋啊 有什么好手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棋呢 这个棋呢 白棋跳了以后 这边的这个防线是没了啊 那么黑棋只能在下面转 这个时候 哎 黑棋有自顾的好手段 就是跳 这一跳呢 现在 白棋 没法冲断 虽然有个断点 但是 如果你去冲断的话 那么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啊 这个 转换的手段呢 就出现了 对吧 那它就可以转换了 你虽然把中间吃了 但是这个下面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啊 再一冲 都这个下面 那这个明显呢 是 白棋呢 不够 这个明显是白棋这个不够 所以呢 不能冲断 那么 不能冲断的话呢 你现在也不能让黑棋冲过来啊 比如说你说补这边 那么黑棋这一冲过来啊 已经 你以为你这里还有些薄 已经先手了 出现了一个眼味 这地方 还有很多怪味道 那么呢 就只有 沾上 对吧 那么杰针冲一看 有点苗头不对 要出现 杰针 那么呢 它就先点 先搜刮上面 看你上面怎么活 对吧 你要是活得太难看了 或者怎么样了 那它才决定呢 这一代的这个招法 我们这时候等一下也先吃一下啊 这个也是 你要沾呢 它就可以跳了 以后有 那么白棋先小尖 这样呢 黑棋在这里留下一些鱼味 一个是断 光子 再一个呢 以后即使这个贴 你沾上 我再一跳呢 这个是先手啊 这里还是呢 保留一个眼味 保留一个眼味 那么 这时候 黑棋在 剪完以后啊 黑棋刺啊 这个地方没有用了 就可以刺掉了 是吧 保留那边的作用 刺掉了以后啊 你沾上了 黑棋在小间做活 做活 白棋看上面没得到什么便宜啊 那只有 还是回到 对中间这块棋的冲击了 那么也只有沾上 我们刚才呢 已经说过这个变化了 但是呢 你沾上的话 黑棋这个处理 已经就是很明显了 现在黑棋可以靠啊 当初的这些子 都发挥了作用 你搬 哎 他在于虎 就形成了 打结了 形成打结 而且这个结呢 作为这个 白棋来说呢 也不轻 那么白棋只有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提 是吧 黑棋打上去 这时候呢 当然你不能粘 你不能粘 如果粘上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可以靠 你只有 冲 是吧 黑棋在粘 你只有这样呢 才能断开它 才能断开它 但是断开它以后 本身 这个子呢 还不太好吃 吃起来还很麻烦 甚至于来说呢 吃不着啊 普通来说 打这个肯定不行 你跳了它也冲 是吧 你吃这个呢 它还有可能跑 这个局部啊 还搞不定黑棋 是吧 这个它还可以拐 会形成 这个 白棋不行 白棋不行 你看 同时这个外面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被 黑棋一飞的话 白棋这个形状也是比较尴尬 也比较尴尬 所以说 沾上 不行啊 沾上不行的话 那么就只有打结了 只有打结了 要开结 或许当时呢 这个 骑生冲啊 心里还不是太胖啊 就是说 那么开结的话 上面不还一块棋 你还不是 也还没有活吗 是吧 也还没有活呢 我暂时呢 应该是 利用这里的结材啊 但实际上 这个地方啊 这个结材 并不是那么的好找 提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 白棋是找了这部结材啊 黑心了 当然不会再硬了 如果再硬 就硬不完了 那么白棋呢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材 爬呢也不是结材 注意 你这个冲 冲不断 这个上面被夹死了 那么眼睁睁看得见呢 确切的结材呢 只是说 冲或者点一个啊 但呢 这个呢 毕竟只有一枚结材 因为走完以后呢 黑棋这个铐啊 总是结材 要求做活 这个 白棋啊 哎 意外的呢 结材不够 那么所以 他先灭这个眼 我们刚才说了 这里有个眼 那么黑棋肯定闭着眼睛一抓啊 这个中间就是被抓花了 白棋只有孤朱一字去杀这个扇面 去杀扇面 那么白棋拆 就认为这个扇面 哎 你这个死活有问题 确实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做不出两个业 这两个子呢 一食半回吃不着 那么黑棋能不能做活 啊 这个就决定了这番棋的胜负 活了就赢 死了还是输 有这块只不过有这块变成了这一块 当然这个黑棋敢大胆脱先 也就是说胸有成竹 对于这块孤棋的自孤是胸有成竹 我们来看一下陈耀叶是怎么走的 先跳 这两个当然不能死 这两个一死的话就活了 白棋可以靠出来 如果你去冲了这个也没有意义 因为拔掉这个纸还没有眼 这个是不好 你拔掉这个纸是个假眼 这样还是有威胁 多这个打吃局部也活不了 那么这个时候 靠这个的时候 黑棋在搬 那么白棋的沾上 黑棋这个地方 就是说有很多的余味 现在是虽然我贴不死你 这样你打吃打吃可以跑 但是黑棋在这一旦有很多的线手借用 不过怎么线手借用呢 这个需要这个技术 下面呢黑棋走出一个连环的妙手 先跳 对吧 白棋挡住 白棋如果先冲了也是一样 那么它走出先跳再靠 这个做活的妙手 由于这个靠对右边是线手 你不能粘 那么一贴 这样呢你在打吃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粘上了 这样白棋死了 是吧 白棋死了 那么白棋呢 那边呢就不能硬 不能硬的话呢 白棋就只有啊 这个先把外面吃掉 千万注意这个地方的次序 如果先靠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它说这个妙手 因为你先靠呢也是先手 但白棋呢 它就可以给你转换 冲 然后再连回来 你再跳虽然可以活 但是这个中间啊 损失太大 你爬回去 这个被人家先手一断 大家看看 这个中间成了二十多目 快三十目了 这一下升幅又难讲 这个损失太大 所以说啊 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啊 先跳啊 这个是妙手 先跳以后啊 这个白棋不能冲啊 冲也是一样 冲这个以后 还是这个被一靠的话 这个还是不行啊 不行 那么 它呢 还是要挡这个啊 挡这个 那么再靠呢 白棋就没有办法了 你现在在冲没有 因为现在冲 它的时候 你补回去 它就冲死了啊 就不用跳 这个本来是在这的 是吧 那么白棋只有吃回来 这样呢 黑棋在冲啊 这个活的呢 就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这个可以说呢 自顾啊 成功啊 白棋断 那我们再看 看到底是怎么样 做出两个眼来的 那么你 打吃在这啊 打吃在这里 这个也是需要 次数 它只有呢 放吃 黑棋就踢掉 白棋战上 白棋不能破上面的眼 因为这个一吃的话 跑不了啊 你跑被打 断死了 那么你只有沾上 只有沾上呢 那么这个黑棋呢 底下呢 就活了啊 这个和刚才不一样啊 因为这个以后留有什么 留有这个长的 这个巨大的这个光子 和刚才 直接被白棋全吃掉啊 这个完全这个木树相差太多 哎 这时候忙里头闲 还可以先加一下 哎 最后活棋的手筋啊 有棋里的朋友就能看得到 哎 一路到虎 两个田野 马城啊 可以说呢 就是宣告胜利 宣告胜利 两块棋啊 通通自立 自孤成功啊 也没有给白棋 得到太多的便宜啊 那么呢 这个呢 可以说呢 呃 陈耀业啊 在这呢 就奠定了盛世啊 后面虽然进行了很多 但与盛夫呢 呃 没有关系 呃 这盘棋的这个 精华呢 还是在 这个 当黑棋这两个子 看上去 很苦的时候 那么白棋这一点 这一靠啊 这个呢 可以说是 这盘棋啊 这个 黑棋呢 自孤的这个精华所在 啊 精华所在 呃 不是不以单纯的防守啊 不以单纯的防守 就是说呢 从时呢 还瞄着一点 白棋的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呢 确实是 下得是 深得这个 自孤的要领吧 这个是 就是知道这种思路啊 就是说 值得我们学习 由于多了一个转换的变化 那么包括后来这个点一样 这个呢 那你自孤的同时呢 就多了一条路啊 多了一条路 和选择的招法呢 自然就多得多啊 这是第一 呃 不过第二个呢 虎这个啊 就是说 赌生死 这个 嗯 或许说 不向大家推荐啊 不向大家 大家推荐 这个是 危险动作啊 呃 最后值得欣赏的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地方啊 这块棋 当死活问题的时候 黑棋通过跳点 依靠这两部巧妙的这个次序啊 巧妙的次序呢 获得了这个成功 获得了成功 这个就是说呢 把黑棋进货 这个局部庙上呢 是呃 值得大家欣赏啊 值得大家欣赏 呃 总体而言 黑棋在这个 两块棋的自孤当中呢 显示出了啊 这个 这个 精准的 计算能力 计算能力 而相比这个 呃 陈耀义啊 日本棋手 齐成冲呢 在这个 计算方面 好像似乎 还是有一些 呃 差距啊 肉搏战中呢 这个差 嗯 差距啊 也是日本棋手的 一个通并 也是日本棋手的 一个一个通并 日本讲究这个棋力呢 比较多 而在这种肉搏战中 甚至于有点不讲道理的战斗中呢 这个呃 计算能力呢 相比中含棋手 确实呢 是要稍差一点 好的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谢谢 谢谢